赖副民调持续领先 但是否担心在野整合 副总统国产民参选后 党内是不是进入盘整期 副总统赖清德出席 十大解除青年公布记者会 宣布当选名单 也不忘勉励青年几句 国际经商在国际的 链接上面也有 非常好的成果 除了让年轻人 可以开拓世界 也让国际社会看见了台湾 这非常了不起 基本上也是 也是要鼓励青年 能够勇敢坚强 能够应用双手 为国家 为社会 也为人类带来希望 十大解除青年 包括医师许舒华 生命斗士陈敬为 其中最受瞩目的 是正在国外比赛的 小林同学林云如 有母亲戴卫领奖 就像是他昨天在 那个哈萨克的公开赛 拿到冠军 那其实我想也有很多的朋友 在网络上一直给我们支持 加油 承载着大家的祝福跟努力 持续希望在明年的奥运 能够持续夺牌 赖清德拉近与青年的距离 抢攻青年选票 预计本周三公布首场 国阵蓝图 逐步公布设服 经济 医疗等政策方向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嘉维 曾永卢 台湾台北报道 中国人亚太电视 中国人亚太电视 都是由面团地的